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终于一条留言 引起了我的注意 诶 我好像见过你不止一次哦 上上期 好像你也在啊 OKOK 这就安排 那么正好 我手里有这辆火柴盒的 拉姆经理盖拉多 也就是电影里面的同款 那么我想了一下 直接喷成金色 其实没有太多的挑战了 那么这一期 咱们来整个活 尝试一下新的工艺 贴金箔 记住老馒头信口开盒的样子 待会有它崩溃的 复刻 速机时 罗曼 皮尔斯 驾驶的黄金版 拉姆经理盖拉多 那么原创不易 三连投逼 OK 我们这就开始改了它 看完没了啊 我看到它不太维持 现在就停了 现在会有机会 检查一下 第一次用锅链 银银铛 OK 车壳处理完毕 人车是警车 所以用AB补充风景 车窗部分也要处理一下 为了做低帕姿态 这里改造了一下底盘 当然也少不了范轮啦 这里用的是自己3D打印的 BPS2P系列轮鼓 出关黑色 效度不错 接下来准备给车壳 贴金箔啦 减备好金箔和金箔浆 均匀的涂抹在车壳上 静置一小时左右 静置一小时左右 更能暂时 选择 太小时 筷子 干糧 可以 这是 第一个 筷子 定 是不是觉得快成功了 然而并没有 第一次贴金箔犯了很多错误 一 车壳应该在喷涂黑色底漆 这样即使后期贴金箔出现裂痕 也不会露出眨眼的白色 二 金箔浇水静置时间不够 导致胶水表面不平整 三 直接一整张金箔在车壳上 很难刷屏 需要分块贴合 四 金箔太脆了 一定要用最软的刷子刷屏 总而言之 我失败了 再来一次吧 这次加上了黑色面漆 小心翼翼地刷上金箔浇 并静置了两小时左右 带胶水自流瓶 分区域进行贴合 而且换上了化妆刷 看着还行 真的亮晶晶 是不是以为第二遍就要成功了 其实这已经是第七遍了 这一次效果其实不错了 但由于小级 填好金箔就上了光油 导致金箔裂了 我是拼了命的把我实际的尊严给夺回来 吓我一跳 哦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